有一款车虽然已经停产了 但是还是很多人会怀念它 会喜欢它 其实今天讲的就是我身后的这台车 2022款的 它其实是末代版的 雷克萨斯RX450混动 那这一款车呢 它是属于6缸的一个发动机 但是它的变速箱呢 是属于电子无级别变速箱 简称ECVT 我们还是脑规矩看一下它 发动机舱里面到底怎么样 好 我们看这个发动机 6缸的一个发动机 分值的马力有308 但分值的扭矩呢 也只有247 所以它这个发动机的体积呢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小一点的 然后它这里呢 是显示混动驾驶的 那这款车到底好不好呢 我个人觉得省油 它不一定非常省油 但是开起来非常的舒适 我们看一下它内部空间到底怎么样 这一款车呢 它是属于最顶配的一个版本 运动版最顶配的 所以它倒车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得到 全景的倒车影像 放到现在也一点都不过时 天窗也都是这种全景的一个大天窗 可以看得到 其实它整个视觉还是比较通透的 那还有呢 这边有个抬头显示 还有那个马克莱文声音响 这些都是沙沙水的一个配置 那这台车最大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代的特点就是 它的一个舒适性是非常好的 你手能摸得到的地方 包括这个皮革座椅呢 它都是属于拉爬的一个真皮座椅 我们看一下第二排空间到底怎么样 那第二排空间呢 它对于这台车而言呢 是比较小的 因为它整个车的一个轴距呢 就109.8 那整个车的一个高度呢 也才67.7 那整个车的一个宽度呢 也达到了这个74.7左右 其实第二排空间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紧的 但是呢 你如果当做自己带步出行的工具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是够用的 那这里是什么呢 这里尽管有个传动轴在这下面 但是这里是平的 所以说你坐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也是OK的 但是如果你坐在中间 我头都顶上去了 不过整体上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坐第二排还是可以的 座椅的包裹感还是比较好的 毕竟经典的和它这一代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就喜欢在这里 我们看一下第三排储物空间 那储物空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电池 我们可以看得到 哎呀 电池在下面 在下面 在下面 所以它会占据了一部分下榻的一个空间 所以这里的高度相对于这种RL350来讲 它会更高一点 所以它后面的这个龙肌 相对而言会稍微窄一点 视觉上看不窄 但是呢 窄肯定是窄 那我坐上去呢 其实我一个纵向横步的一个空间呢 还是可以的 我的腿还是放的直的 它就是空间 确实浓积 有点小 当年买这台车的人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有谁知道的 350我觉得很好 那买450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是不是为了让车开起来 更稳一点 声音更小一点 舒适性更好一点 也许这台车对于雷克萨斯来讲 算得上是乘上旗下的一款车型 新款之后的混动是非常好的 但是比起这一款六缸的四缸的混动 你会喜欢吗 如果说你对于这台车有更多想了解的 可以关注我 可以在我的评论区 我的直播间好好聊一下这台车 希望你有车有乐趣 感谢观看